哎 好鲜惠哦 让迷途的孩子有一个家 让他们学会主义完面 养活自己 是逆风剧团创办人的心愿 团长陈伟胜17岁 还是学生时 就决定要让人生重来 过去他是个小屁孩 自己在学校创帮派 他看到学姐吸毒轻生 他看着好友进出关户所 监狱失去自由 让他决定要走向阳光 而现在他和团友们 有时候晚上比锦销 社工人员还要忙 睡觉睡到一半 就是会接到消息之后 我们可能就是一秒钟 我们就要弹下来 然后我们一分钟 我们就要弄弄 我们就要诊状就要出发 然后处理一些青少年的 帮派纠纷 逆风剧团五年来 透过戏剧 每年都带着20到30名青少年 慢慢回到正轨 在戏剧的演出上 他其实就是一段 就是给孩子们治疗的 这个过程 他们透过不同角色的转换 去反省 去社会化 东森新闻主播王淑莉 特地来到逆风基地 和创办人们深入访谈 曾经他们穷到户头 只剩下四块钱 他们没有放弃 跟青少年有个约 即将要在暑假 继续环导传爱 青少年的问题 并不会因为疫情 因为怎么样 它都变少 所以我们如果停下脚步 这些孩子们 他们也停下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 它能够去补足 社会安全网的漏洞 去年出发前 剧团只剩下六百块钱 今年一样经费拮据 但逆风剧团 团员们还是决定要勇敢上路 让爱不停歇 东森新闻 黄慧婷婷无数中在台北报道